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到新一期视频,我是星儿,我们来更新啦 嗯?刚刚今晚还人满的,怎么就又不满了呢? 好吧好吧 那还是待在这里,毕竟我懒得换,如果换到一个没人呢,要等 速度,快点 OK,我们六号位置的中,主攻,你我有点远,还行 主攻留鞋啊,这,我想看啊,留鞋 我要远,我要远之位的马超,这个,会不会被打死啊,管他呢 看谁是 这个就要看路人的对身份的定义啦 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蒙混过关 哎,但是这个手牌好像哦 嗯,还行 刚刚那手牌太废了,我就怕我岔沙啊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游戏的侧名叫三国闪啊 各种闪不断,就是摸不到沙 我觉得大师的身份偏好吧 就从这个将来看哦 然后位置来看,大师偏好 然后二三号位偏反一些 呃,四五不知道 四五八不知道 就单从将来看哦 其他的不晓得 那这边跳反了 主攻你一定要挺住啊 虚处神钟啊 难道他是有闪 贴索亮环火攻自己吗 这么奔方 哇 我这 怎么那么整啊 神整哎 我离曹皮有点远 麻烦 那妹子就直接把曹皮带死吧 是啊 既然他这么喜欢卖 他的意识是对的 但是,对吧 谁让他卖了 哇 二番就翻队友了吗 这就尴尬了 我们家官三妹子还是很给力的啊 输出港港的 这边八号位跳反出桃了 呦,原来是这样啊 他就是 想说,哎,万一有个桃 哦,他可能手里面真的是有桃 桃酒 所以他这个番就去刷队友去了 过河拆桥 完了 身份齐了是不是 别乐我 啊 我想想看啊 我先骗他们 来打无限吧 没有哦 来 直接 OK 上 管你那么多 想说大师的这个还蛮 蛮中的 呃 再来一道 曹平应该是有桃酒的 因为他直接二番就翻了这个许楚 应该是早有预谋想说要刷的那种 为什么连曹平因为血线嘲讽 再也就是不想让他 呃,拿刑伤吧 不过这边桃子有点多哦 而且我也顾不到别人 就只能拿鲁素开刀了 拿一张金针 这个角气卡看来还是蛮好用的啊 有没有 杀不到别人了 那我们再来一刀这个斗鱼吧 陈氏破敌 陈氏破敌 木马 没有什么东西啊 就装着吧 就先不动了 先把八卦装起来 诶,主公手里面的傻还真多啊 哇,神五谷 我觉得内奸要跳了 我的上架应该是个小内奔 我晓得了 这五谷封丹他们反贼拿光了 肯定是给我打无邪的啊 都不用想了 无邪可忌 诶,给我拿的吗 这么溜 我还想说这个五谷我肯定拿不到啊 没想到啊 还能拿啊 其实我觉得主公刚刚那个 那个闪可以不闪哦 防一下这个许楚 就因为这个许楚 要出来了 他刚刚无懈可击了嘛 有没有反的 再反一下啊 保护主公啊 他主公再被打一血就 好,可以 不错 许楚好像很耐得住心脏 哇塞 丧心壁狂 哇 方块三 然后红桃六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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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草皮说什么鬼 你 你出 你出不来你还要 麻烦 这 这些反贼 露死了一个鲁苏 好像胜利 也 也很遥远 完了完了 完了 我家主公要挂了 他还有闪我 天 666 哎小内你就先忍忍吧 对 不过这灯爱也不一定是那家 也有可能 对吧 有这种 我想要看啊 我要先 插着草皮的简易 他没有无限 先把草皮的简易插了吧 然后 哦 就用这个杀 木马 船不船呀 主要就是流鞋哦 一会被打天命的话 要丢啊 嗯 不船 先留着 我马可以传 其实 军而不争 军而不打 尽弃这张手牌 我肯定要保木马的 是你 哦不 说错我肯定要保杀 死不掉人 你知道吧 许楚刚刚摸了两张明桃子 那两张明桃子 一个都没有出来 方块三和红桃六 这把我感觉已经积极了 除非刚刚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许楚 除非那个许楚啊 哎呦 他拼了个六 那我感觉也不好吧 他拼了桃子 说明手里面的牌 足够秒杀了 那我感觉也不好吧 他拼了桃子 他拼了桃子 说明手里面的牌 足够秒杀了 没逃啊 我是真没有 嗯 还能再忍一下 他还有一个方块三 除非我来九杀 没逃啊 我是真没有 嗯 还能再忍一下 还能再忍一下 他还有一个方块三 嗯可以 然后许楚 还有个方块三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不要救了 哈哈 机智 他还真的是没救 主公加油啊 挺壮 他死不掉 因为手里面还有个方块三的桃 难道他要行伤给曹匹 对啊我也觉得 没这个勇气啊 那完了我要酱油了 唉这样打的话 我们的小灯爱要觉醒了 然后就要看 看情况了 小灯爱觉醒要看情况 好 好 好 对 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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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